来吧 我们听听吧 大姐先说吧 我跟她相识一年多 我感觉她这人特别自私 还小气 最主要一点还特抠门 我为了她把工作都迟了 然后我就在家成了她免费保姆 然后她处处防着我 我跟她提出分手 她不同意 那分手扭头就走了 摔闷二驱 她三番五次地找我 我跟她认识一年多了 我感觉她这人还挺好的 是冷凿日挺会造人的 而且她还会做饭 每天回家之后能吃口肉饭 不过她这人脾气不太好 经常跟我吵架 我就想散了吧 这都小事 忍忍 我觉得还能接着过 所以我就想跟她继续 她已经想跟我接着过 怎么过 我前段时间跟她提出来 领证她不算 为啥 我一想这么大岁数 大伙过日就可以了 结什么婚 而且是二婚 那你也得结婚呢 要不然人家凭什么跟你啊 保障呢 对不对 后来她那妈她不同意 不行 必须得结婚 不结婚不行 咱就散吧 我后来想 不就登个地 然后请朋友吃顿饭 我一想就答应她了 结果呢 她又跟我提要求 让我给十万块钱彩礼 这都不开玩笑吗 这有什么开玩笑的呀 我们都是二婚啊 哪有要彩礼的 又不是二婚不一岁 二婚不能要彩礼吗 拿这彩礼干嘛呀你 我是外地人 她是本地人 她有一天 她不想跟我过了 我是否有个 有个保障 我有个地儿 这个彩礼啊 我不能给 爷妈呢 她姑娘啊 准备要结婚了 她找我要的彩礼啊 是为了给她姑娘 当载嫁妆用 得了你去瞎说八道 我姑娘嫁妆前 我早准备好了 那彩礼跟是彩礼 嫁妆是嫁妆 跟这有能扯人关系 你就小心眼 这就是换个说法 左手倒右手的事 她竟给我玩套路 你挺有意思的大哥 刚才说那小哥的时候 他说我不会啊 够我 我不会这么干 我看你比小哥会啊 你是真算的 这个不是算 你妈呢 咱挣点钱不容易 尤其像我这么大岁数啊 不好挣了这钱 我得留点养老钱啊 你们俩结了婚 不都得互相养老吗 对啊 半路夫妻啊 咱必须得多想点 对吧 所以大哥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假设大姐 她不要这个彩礼了 你们结婚之前 要做婚前财产公正吗 我觉得应该要 大姐人怎么样 你觉得 我觉得人倒挺不错的 就是脾气大 咱伙就着 竟是因为一点小事 跟我发脾气 三番五次 给我点 得给我钱 我得有个保证 拿了钱 我心里就踏实了 万一你回来 有外心吗 我能有什么外心啊 再说了 我把钱都给她了 她踏实了 我就不踏实了 文庆志 我财产技术 都是你没钱 我说话都没底气 是吧 所以得看好了 是吧 对 对您照顾的好吗 这一年 照顾的还可以吧 尤其是前段时间 我在医院住了几天 有 住院了 我还是跑前跑后的 端死端尿地赤穷她 我这样付出 那大辛苦 那你说 我就说要点保障 她就不忍 她是照顾我几天 照顾的挺好的 我还挺感激的 可是呢 在同病房里边 旁边有个老头 我们聊天时才知道 这老头啊 以前是做生意的 挺有钱的 而且这老头啊 还是单身 他知道了 哎呦 开始对老球 开始热情起来了 又给买饭 侦查倒水 陪他聊天 哎呀 我一看 哎呦 这有事这样 你瞅他这小心眼 我没当回事 但是说 我们东北人 都是热心糖 因为老头 想喝水 门给倒 我就随手给倒水 吃饭时候 没人了 我就给顺手给打个饭 这不很正常点事 告诉谁都能帮这个忙 现在还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 我根本就没联系 只是病友 就是我随手 照顾照顾 他就是热情的过分了 我估计他只有想法 他比较物质 贤贤爱富他 不是贤贤爱富 人家跟您一年多 真是 他当初以为我有钱呢 后来一发现 我挺穷的 那人家咋不走啊 对啊 他不一直找我要钱吗 没要着钱 他早就知道 从您这儿 一根毛都薅不下来了 早就知道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走 对啊 您到现在给过他什么呀 我生活费 每月都是我出的 找一个保姆 你不光要给生活费 每个月都还得工资呢 这跟保姆不一样 平常在家里就是做个饭 不就天窗筷子的事吗 谁做饭呀你俩 我做饭 对啊 我也做 你做的时候少 你前段时间 你那领你那个帮朋友 回来 你想吃喝 不都我做吗 我吃肉吗 为什么不离开呢 这不是想离开吗 他就三番五次地找我 他找您每次怎么哄的 又能把您哄回来呢 他有什么甜言蜜语 还是送了什么礼物了 没有礼物 他那么抠门 你想他拿给我礼物吗 我用深层感动他 主要是他连嘴都不甜 我连嘴笨 不会说 吵架我都吵不过 妈呀 你刚才说一句可不笨 太会说了 哄都没哄 只是打了个电话 说回来吧 你就回了 是吗 我这人就是心肠比较软 我有时候我再说 我一想我是东北人 我来到这儿 我觉得他这有房子什么的 我心思就这么大 受了准备过吧 将就吧 就这样 您实际也是想找一个落脚点 对吧 怎么样啊 这一年多生活下来 你觉得他把你当女朋友 还是当保姆 还是当未婚妻 还是当什么 他把我当成保姆了 我自己老保 工资我都拿出来刷了 但是我后而 我一觉得 有点不对劲了 我才想起 我从他要那个 台里钱 不然一开始 我不想要 您就通过接触 怎么发现不对劲 他花钱特抠啊 他给我生活费的时候 三十五十的 除了花钱抠之外 还有什么呀 他还花心 还花心呢 他还有花花长的呢 你看他 您怎么说说 他先说我怎么样 但我真没那想法 但是他我跟你说 没认识我之前 他还有个相亲群 到现在都没退 总跟那相亲群里 没开眼笑的聊天 我那是忘了删了 那群里啊 五六十人啊 男的女都有 我看看 而且那是刚认识 他时间不长那事 这不一年多了吗 不是 现在还没删了吧 早就删了 删没删大姐 刚删不长时间 因为我发现了 然后我 我说他了 他删掉的 我不说 肯定他还留着呀 除了这个相亲群之外 还有什么让您觉得 他花心呢 他会打块板 有个块板 都是女的 他也往家领 领完了他俩就 门一关 他俩就聊 也不知道他聊啥 这是那个 我们平常啊 有时候去社区啊 老年婚婚中介演出去 那女的是我搭档 我们去回家 去对对台词去 他就开始多想了 大叔 我们演员啊 男演员和女演员 对台词都把门打开 基本上都在公共场合 都对台词 不知道您非得要关着门 两个孤男寡女的 去打块板 哎呦 当时也没多想 就他多想了 带回来一次 还是说经常带 就一次 就一次 就是您跟他说过这事 以后他就注意 对啊 我当然了 我跟他说了 所以呢 你不能说人家是花心的 你看啊 相亲群没退 你说了 人家退了 带回来一次 你说不满意 人家不带了 那还有呢 我跟你说 还有呢 那没认识我之前 得出十多个的那个女朋友 没有 没有 我认识他之前 就是相亲 有过什么十几次 正是谈对象的 也就两三个 而且时间都不长 就几个月 两位互相评价一下对方吧 我就觉得 反正他虽然说有些小毛病吧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过 我觉得他就是 小心眼偷脸 但是他要是给我一个态度 还可以吧 你们谈了一年多 他带您去哪玩过吗 他一次都没带我玩过 对 还有一个事 他那个 一整除去旅游 然后就三天两天 自己除去旅游 我那是这个 有一个户外 户外群 我们去爬山去 他那腿脚不好 爬不了山 没法带他去 所以他就不乐意了 我就说 等你腿好了 咱俩去那个修仙游去 也不用爬山 你拿到吧 他就嘴上答应我 但是他一件事 他都没对 那你带他去看腿了吗 看过 就买膏药 他也没带我 他也没带我上医院 去医院呢 就大方了 得动手术了就 这老毛病 就得用保守治疗 大哥 大姐除了这个 在家里面干点家务 帮您省了点事 做做饭 对您怎么样 还可以吧 平常也聊聊天 你毕竟一个人太孤单 对吗 大伙过日不就这样吗 所以大哥我想问啊 就是您打算娶她了吗 打算了 登记 对吧 不就合法夫妻了吗 对 还要请亲朋友 一块吃顿饭 然后呢 核心的那个 那个就不提了 那个 怎么就不提了呢 本身我也没多少钱 对吗 你要说这有事 该花的咱绝对花 那您有多少钱啊 不多 你就十多万 我都给他 我不就没了吗 如果大姐 不要十万了 五万 给不给 我啊 她女儿结婚啊 我答应给 随一万块钱 那个份子钱 这够可以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 十万没有 一万可以 是这意思吗 毕竟她亲爹一门钱 都没逃好 是不是这意思 就这意思 就是娶大姐 这事在您这看来 只值一万块 这这是两码事 咱别老谈钱 谈钱伤感情 大哥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 如果有一天 大姐 你们还是走在一起了 你也没有给彩礼 但是有一天 大姐生了重病 需要拍十万块钱 拍补餐 她有医保 再问你啊 大姐的这个病 医保管不了的部分 有两种药 可以选 进口药 国产药 一个贵一点 一个便宜一点 你选哪个 这个到时再说吧 这个 别到时啊 你知道吗 姐姐 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岁数 就是到底生活 经历了什么 让你们那个情感 打得那么薄 我没有说谁对谁错 大姐也很现实 给我师傅看钱 我就嫁 不给我这十万块钱 我就走 我不耽误这个时间 我们说了要彩礼 可不可以要 彩礼可以要啊 对方有条件 愿意给 为什么不能要 问题就彩礼 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个就是那句话 彩礼有的时候 是照妖镜 在这段关系里面 我们就看 这个关系里面 照出来的是什么 照出来的是 大姐并没有 实心实意地 看上这个人 她要真看上了 这个人 其他说 为啥没看上 我想也不会看上 我觉得也不会看上 自私 什么 这十万块钱 在我看来 甚至是大姐给大哥 设置了一个账 我觉得是这样 在爱情当中啊 有点想要 全都要 可能性不大 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有些事我们可以全要 比如说我们在选择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 我们既想要通话质量高 又想要网络高速稳定 然后这个套餐呢 这时长还多 流量还大 我们选择中国广电的192 可是在爱情当中 大哥我就问您 您是要钱 还是要人 这问题您去想 我跟大姐聊几句 为什么 大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就使劲按住 我这钱 不放 就跟你谈所谓 那个柔情蜜意啊 这种爱情 跟您有没有关系 您是奔着什么来的 如果您真奔着大哥这个人来的 那为什么总把这个钱 保障 物质先放在前面了呢 而且一味的去强调 如果您着急 结婚的目的是早点有个保障 甚至于大哥说 你不就是你的女儿要结婚的 想给点嫁妆吗 咱压根就不给他误解咱们的机会 咱们有分有寸有尺有度的 去谈这份感情 谈感情的结果 人才能两得 大哥 我刚才问您的问题 考虑清楚了吗 有答案了吗 要钱 要人 所以得仔细考虑一下 好了 这也是一种答案 大姐你懂了吗 我挺诧异的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 他们这个爱情怎么 就是特别凉薄 我也不知道 找不出什么样的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特别扎心 就是两个人的那种相容以沫 我最后走到这个生命的最后 能够能够说出来这样的一个话 哎呦 就是觉得凉薄 就如果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任何一点爱的感觉 没有那种 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的冲动 也没有想为了对方能够豁出去了 就是我豁出去 我有什么都给你 因为我余下的人生给你了 我余下的健康交给你管理了 我余下的金钱也想和你共享了 假如没有这份决心的话 那么在一起搭伙过日子干嘛呢 有一些伤害的话 咱这个哥哥别说了 那些话每一句都扎心 那些话也许你是把它当成个幽默讲的 但对任何女人来讲 全部都叫路标 路标上指着一个叫做此路不通 能谈恋爱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谈一阵的 两个人在恋爱交往的过程里头 双方在看我们能不能往下走下去 但此刻如果一定要拿什么 给十万就结婚或不给十万不结婚 来作为一个论断的话 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们相爱一场 米娜姐我甚至都不觉得他们相爱 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中国广电 这个192就要爱说的特别好 任何一段关系当中 如果没有爱 就会让这段关系很可怕 就会看见人性的最深处 你们两个人真的有爱吗 我觉得没有 为什么 你们两个人都活得太毒了 也太毒了 这两个毒是不同的两个字 第一个毒是孤独的那个毒 第二个毒是狠毒的毒 就你们眼中没有对彼此的欣赏和爱慕 当你碰到一个你爱的人 真的你全身心想要付出的人的时候 你一定断断不会说出 到时候再说吧这样的话 因为你从来不会想 我说出这样的话 对方是否会伤心 是否会难过 因为你从来压根不会想他的感受 这个人 他其实对你来说 目的非常单纯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来照顾我的生活嘛 我回家能吃口热壶饭 您早就说了 那对于您女士也一样 您毒是毒在哪呢 我就是要找一个后半生的依靠 这人我喜不喜欢 爱败都无所谓 他是天津人 在天津本地有房 我觉得老了要什么呀 还要还图什么呀 因为您一开始 您的目的也是这个目的 那他的目的也是这个目的 你们不就在一起了吗 所以你们之间没有爱 就是搭伙过日子 他的一开始形容得非常准确 那么搭伙过日子 就不要埋怨彼此 要的都太多 但是翻回来说 如果真的只是搭伙过日子的话 我能不能找一个 欣赏我的 或者我欣赏的 我们还有爱的在一起 这样的人生不是才有意义吗 徐总给了一个那个问题特别好 就是你要钱还是要人 实际这压根不是一个矛盾题 这个命题在第一对夫妻的身上已经体现了 你要钱还是要人 我得到了人 所以我还得到了钱 我不管这个男生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啊 至少让女生感到的是爱 所以我才愿意这样去做 到了这个岁数了 其实应该更明白了 越是中老年的再婚 越是中老年的情侣 其实越需要爱的单纯 对 因为你们见过世事了 你们了解生活的本质了 你们各自算计生活的能力 是远超年轻人 是的 所以人才说嘛 中老年的恋爱是老房子着火 火势蔓延一发不可收拾 你们连爱都没燃起来 你们还干嘛呀 但是有热饭吃啊 但是有热饭吃 现在热饭也没了 所以想清楚好不好 谢谢两位啊 你们考虑一下 请坐 谢谢大家